欢迎回来火力加油站 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对于粥就知道 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那可能大家也在烦恼 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搭配 那不许担心 因为现在Amanda老师 就会直接来教大家了 就会今天有的是 一个药膳还有南瓜 对 我们说是三药南瓜粥 是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三药 三药有什么功能 我知道三药可以抗老 对 其实它很好 三药好 三药太多 太多了 然后又可以肠胃蠕动 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没关系 跟你说教证观众说 可以抗老 这一定有人吃的 而且它南瓜老少都很适合 是 所以我们外面买的三药 都是这样 生的三药 都是这样子 水都是这样 它是菁类来的 所以所有的营养成分都积聚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是先把它洗干净 然后在切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黏黏的粘膜 胶脂 对 其实那个就是对我们的肠胃起了 一个保护膜的这个作用 对 所以它滋补我们的肠胃 对 而且它对女性很好 它可以调节荷尔蒙的 其实 所以它对我们女性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它降血压 好 总之记得它养颜抗老 这一定会吃的 对 这可以多吃 真的是非常好 好 还有就是这个是 南瓜也很好 我也很喜欢南瓜 对 维生素都非常好 我觉得南瓜真的是不必多说 就是说十大健康食品里面 都有它的份量 是 对 因为它很多丰富的叶黄素 玉米黄素 对 但这个是拿去蒸 对吗 我们首先拿去蒸 蒸熟了之后就把它打成这个泥状 所以这个已经是蒸过的这个 大概蒸10到15分钟 对 然后就把它弄碎 好 待会儿没有把它弄碎是吗 好 现在可以把它弄碎 现在可以弄碎 好 你一面讲解 我一面弄 好 直接把它弄成泥 对 南瓜泥 然后就备用这样子 好 那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是一碗东西那个是什么 然后呢 这边还有 当然我们把这个粥 主要我今天用的是 我选的是小米跟这个糙米 小米和糙米 对 因为小米它可能太过弱了 分量怎么样 就是50 50吗 一半一半 对 一半一半 然后我们的糙米事先先浸泡好 浸泡了八个小时 然后小米就不需要泡了 然后洗干净了 水开了就把它倒进去 好 所以今天煮的是 糙米 小米南瓜山药粥 是 然后吃之前可以放这边还有一些 比如说 调味 调味 盐 胡椒粉 麻油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配料 像我今天就做一个简单的蛋 就炒一个蛋 这是炒蛋的 炒蛋 对 我还在想说这是什么 我还有说 怎么会有核桃 看看糊米好像不是这样 对 因为我们吃粥很多时候 我们都忘记了蛋白质的社区 所以我一直想说蛋白质是非常地重要 好 那这个是事先老师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老师之前就已经煮了一锅的 这个是什么 小米 小米造米 小米造米 所以这个造米是要浸泡八个小时 对 浸泡八个小时 半杯的这个小米 半杯的造米 然后就是变成一杯 一杯的 然后之后呢 再加十杯的水 再加十杯的水 对 十杯的水 就是一个瓶的水 但是小米就不用浸泡 小米就不用浸泡 小米就直接这样子 那大火就是水滚开之后 就把那个米倒进去 然后倒进去 就让它滚了之后 你看 开始看到那个泡泡出来的时候 对 我们就把那个火灌小 就继续煮二十分钟 水先煮废了 这个才下 对 需要说这个灶米先下吗 还是一起下 不需要 我都一起下 老师 我有个问题 因为通常我们可能熬粥 有些好像我 对 我有曾经试过 就放在那个慢烹饭里头 然后就让它熬隔夜 其实这样子营养价值 会不会就流失了呢 肯定会的 而且它搞不好 它可能就是熬太久的话 它会焦底 我不知道慢烹饭会这样的问题吗 不会 而且它可能就过于浓稠 好 对 就是因为这个煮出来 就是你熬了二十分钟 其实它是 它是可以 它是非常好的 口感还可以的 对 它还是有带那个水分的 这样子 但是最主要就是要保留它的 那个营养成分的话 还是建议就是要先煮先吃 对 先煮先吃 所以煮出来是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火 再继续关小它 关得最小 然后我们再把准备好的材料 加进去 好 材料就可以加进去的 对 它只是吃的时候才加 是 都可以 对 我们首先要加入的就是这个 南瓜 南瓜 南瓜做成泥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加进去 加进去呢 所以观众朋友大家想象一下 这里还有继续火在煮的 好 还是要用慢火继续的煮 对 然后我再继续跟它煮一段时间 好 那就把它搅 就一边煮一边搅拌 因为粥容易焦底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这个山药 山药呢 其实山药也是非常快溶解的 对 其实山药我不需要煮的 所以我只是把这个南瓜煮了之后 然后最后完之前 我把这个山药泥倒进去就好了 不用煮 对 不用煮太久 那吃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点脆口的口感 对 它的确是这样 那因为山药呢 你如果事先准备的话 它容易氧化 对 然后变成黄 所以我们都是来到这边才切 好 那在切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把它切得小片 好 这个更好 这个这样生吃营养成分更加的全 对 因为我们要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 所以我都不鼓励说 你山药把它煮得太久 好 所以简单地来说 切小一点 那可能老年人或是小孩 也比较容易入口 是 我挺好奇 山药有什么味道 这个也试一下吗 山药是 你不要跟我说你们有吃过 有吃过 有些人生吃炮的 我这种人吃了也不知道 我自然吃什么 才无熟 对 他们很多人泡醋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挺好吃的 是什么不晓得的 你知道我们怎么弄吗 我们哪里去烘 放点盐吧 哪里去烘 就这样很好吃 其实我这样子吃它那个 焦汁有没有 焦汁粘稠那个 应该是对我们的关节也非常好 是吗 它主要是说 它会吃进去 首先对我们的胃 就起了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所以我把它切成小片 好 那再处理三年 因为它粘粘不好处理 对 所以我都把它放在一个 这个胶袋里面 等一下把它压碎 好 压碎 然后再加入那个粥里头就可以 对 它蛮容易 就是被压碎的 很脆的一个东西 可以 就这样子 好 那在我们这边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先去看一下今日的食谱 好 初中工作我来做 好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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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再一次给我们 AuntieGi 加个大锅里头在里头搅拌 一起下去搅拌就可以了 当然因为上要生的也能够吃 这个我们现在吃的是 还没有下调味料的 是吗 还没有下调味料 就是一个面具 那吃一口 一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有一些胡椒粉 还有就是蚂油 还有老师特别精心地 准备蛋白脂高的鸡蛋 iqu ruthless 好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吃 就加一些调味料 下一点适量的盐 适量的胡椒粉 盐 对 那我最喜欢吃麻油 麻油会很香 比较香 加多一点点吧 然后搅拌一下 可以 谢谢 好 试一下 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试一下它的味道 可以吗 好好吃喔 而且你可以吃了那个山腰 那个脆脆的 对 你就吃这时候 突然有一个惊喜 就是那个山腰 让你很好的咀嚼 对 因为是有 轻手炸碎的山腰 比较少有 我之前还在想 可能这个味道会太甜 但是老师就很巧思 就会给我们准备盐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又有点甜 又有点咸 就不会觉得太单调 对 好吃 你不要盐的话 你这样轻吃 其实真的是很不错 是 你会感觉很滋润 肯定我现在是生病的时候 会拿这煮酱来吃 对 但是老师我在想 如果是山腰拿去煮的话 会不会太烂 可能会到 所以它会 因为它本身就是糊状的 好 所以它 所以它会弄它的粥更加的糊 明白 所以通常我都是 就是好之前放下去 搅一搅拌就关火了 好的 谢谢老师 好了 那今天就 为大家介绍这个粥 大家可以多吃了 拜拜 拜拜 明天我们亮点猪猜接了 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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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